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步走 把芳亭流光的遗史 男儿之英雄梦 岁月如书 江山浓 耳履青 历史如伦 风雨露 山水天 争起临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荒雷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涌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荒雷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胸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荒雷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涌存 真英雄 心向百姓 真英雄 荒雷永固 成天地 五十月 千秋万载 光彩涌存 说到底 他是讲我们留下 初宝 我听你的 只要你说走 我就跟你一起走 你说留下 我就留下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 只是王世冲并非为了百姓 他只是一心为王 所以我怕投靠以后 会为了一些事情 做出违心之事 我也有同感 只是我不想 彬彬为了善大哥的事情 而太过难过 如今我所见到的 只有秦王李世民 有平息战乱之想 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叔宝 现在到底怎样 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 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 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 我们即刻上路 但是想想 荣荣现在还没找到 你不打探消息了 天大地大 不能再无限期地等下去了 如果上天注定 我们能相会的话 我们必能见面 不用强求 如果荣荣一心想躲着我的话 我再绝第三持 也是见不着他的 那个荣荣真是 你这么想念他 他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啊 表哥 你别灰心 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罗成是留下来了 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我看此事 不容易啊 善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 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 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为什么躲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 也会影响善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大王 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 善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可罗成 我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书宝 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 不可能给他们机会 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坏 ys大奈 为战前都位 二人皆归为秦王齐相 谢皇上 两位爱情平身 徐军师 如今天下群雄割据 战祸连绵 民不聊生 朕与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 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 陛下 天下称王者 辱孟海公 斗建德 高谭胜 朱灿 徐元朗 沈法兴 刘武周 虽各自盘踞 但无论国力 帝势 皆是次等不足为据 为王世冲坐拥河南 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 俨然一方霸主 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 还给王世冲占了东都 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 留下今日之祸 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陈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 集中兵力 极度黄河攻打王世冲 占据洛阳 并建洛阳为根据地 再对河南众家返王逐个征讨 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 他常入侵山西 如果能兵分两路 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徐军师 果然言之有理呀 刘大人 在 你觉得如何呢 徐军师说得句句有理 微臣十分佩服 世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 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 好吧 既然钟爱卿都没有什么意义 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起奏 剑城元吉 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 太原是朕的家乡 招兵应该不那么难 即日出发不得有误 世民 儿臣在 我派你跟徐冒公使大奈 前去通关招兵买马 尽量招得瓦刚救部 如果当日吴虎能归我旗下 那我大唐一统天下 指日可待 遵旨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 不要急不要急 大家不要急 大家不要急 慢慢来啊 大家不要急 家住哪里 牛家村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没有 你家住哪里 王庄 今年多大了 十九 新闻 新闻 军师 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今天报名的人有三千五百多 各位乡亲 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 为国家安定 百姓安居乐业 效自己一份力量 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徐军师啊 对 史达达也在 走 军师 你看 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 史达哥 老贾 小凡 他们也来了 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史达哥 你们怎么来了 想死我了 我们早就听说 你们投办了大唐的军队 今日 难得秦王在此招兵 想过来打击一下 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 好了 快过来吧 好 到我了 徐军师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 又在唐阳相聚 是啊 来 二位兄弟行 好 家兄啊 好 你可知道书宝他们的下落 如果能找到他们 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 共创大业了 军师 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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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回王爷 只有不到十个人来报名 什么 这都过去一个月了 怎么才有十个人 一帮废物 大哥 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听说世民在同关 已经招了几万人了 这回功劳又被世民抢光了 大哥 我有一个主意 既然世民招兵这么容易 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 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 好主意 就按你说的办 老板 你看看这把 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 你怎么打成这样啊 这个刀又大又重 你叫我怎么拿啊 我出钱给你打兵器 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 这刀我不要了 叶师公 你怎么搞的 把刀打成这样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 老板 你可是个内行 这个图纸是外行 刀饼这么短 刀身重量又不均 你瞧我这把刀 单手握可以单手握 双手握可以双手握 而且杀伤力还大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给他多加了三斤铁 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 他还那么多废话 客人想怎么打 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呸 草包 没眼光 太元城谁不知道 我玉池公打的兵器好 看来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 你们这些草包还不够呢 我要了 你自己拿去用吧 客官 客官 你不要走啊 你 玉池公啊 玉池公 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 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 你都自作主张 改得乱七八糟的 照这么下去 我的生意 我的打铁会知道要完蛋 你看 来 尝刀 还有这铁锤 这白白加了十五斤 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老板 不是我打得不好 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 这战场上他有杀伤力啊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 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 我倒贴十罐钱 你另谋高就吧 再这么下去 我就要上街讨饭了 我求求你了 少爷 老板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没想到 你的眼光跟你些草包一样了 我走了 告达 你 你 哎 好了 火气这么大 想不到我御职工 找不到知己 小兄弟 不瞒你说 那铁锦铺老板把我给辞了了 想我打的兵器不好 要是我说呀 不是你的兵器打得不好 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 老板是没有办法 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哎 小兄弟 你太了解我了 要不这样吧 你看哪 这面有点硬 你去帮忙 保证你生意红火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这妙小 容不下你这大菩萨 要我看哪 你力气这么大 应该去当兵啊 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 正在太原招兵 他大人大义 对他下属像兄弟一样 凭你这身力气 到那个地方 肯定会立功封关的 当兵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啊 我要回去 准备点家伙 啥地 你们干嘛 这都是我的血汗呢 给我拿出来 我求求你了 御师大爷 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真的要上去讨饭了 老板 你不要害怕 我会打铁铺啊 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 给你钱 这是我一辈子 打得最好的兵器 我要去当兵了 吓死我了 只要你不回来 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 我祝你一路顺风 旅途顺利 比我还急啊 我一定要成功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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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来嘛 啥时候我才能给钱 叫什么 御师公 当过兵打过仗吗 没有 那你会做什么 我会打铁啊 会打铁 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 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我不当火头军 我是来当将军的 别做梦了 走开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下一个 走开 走开 找什么 来进去吧 我叫牛耳王 大哥 你看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出半个月 咱们就可以回去 向父皇交差了 这可是你的好主意 哪里哪里 走 咱们回去吧 走 他奶奶的 真是大才小用 当将军的料 却让我生火 早知道 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他奶奶的 真是大才小用 嘀嘀咕咕咕的 你干什么 生火就生火嘛 看你那个样子 黑头黑脑的 像个探一样 还想学人做将军 让你入营当兵 算你走运了 快点做事啊 狗眼看人低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句 将军的饭做好了 行了 知道了 你呀回来再收拾你 看好火 我不回来不许吃饭 走 是 你怎会不许吃 他奶奶的 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 要知道这样 还不如在家做饼了 喂 谁叫你吃饭的 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我饿了 你们要没吃 里边还有很多菜 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你说什么 我们吃什么 这里的饭菜啊 是七个人吃的 你吃光了 我们吃什么 是 不是 七个人吃这点饭 对啊 那怎么够吃啊 不够吃 那你这几天都没吃了 来啊 给他绑了 是 等等 你们什么规矩啊 什么破局营 老子不干了 没那么容易 上 是 他都不吃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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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 全是浪德虚名 不懂得拥有这样的人才 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你 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 书宝 你就收下吧 多谢二哥了 二哥请坐 好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 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 书宝 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 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 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 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 书宝 以二哥的意思 伯母年迈 咬尽的孩子还小 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 至于离开之时 以后再说行吗 没天理啊 没天理 书宝二哥 你在这就对了 我倒要问一下 究竟我和书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 还是做囚犯的 这话怎么说的 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贵客对吧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 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什么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不接 我也不接 父王 嗯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书宝等人 你这样做怎么叫我 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坐 贤旭啊 何必生气啊 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 怎么能说是监视呢 父王 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 一直想招募书宝等人 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 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 再说书宝回历城 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 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 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那他回历城和留在洛阳 这也没有多大区别 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 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 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 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 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既然是这样 朕又有什么办法 朕问你 一面是对军之忠对妻之爱 一面是兄弟之义 如果让你抉择 你会怎么选 没想到王氏从表面上人自大方 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 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 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 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 怎么去为他卖命 像他这样的小人 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刺风 事已至此 后悔也晚了 我也早想离开洛阳 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我这不是怕二哥太难做吗 可现在我们被他坚持得这么紧 连洛阳城都出不去 怎么回历城呢 好 叔伯 我们一起杀出去 不信他能打我们 不行 如果就我们俩的话 他们当然拦不住 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 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 恐怕有些危险 再说二哥表弟在王氏从手下围降 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 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 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给我 我的 我的 给我 别吵 别吵 怎么回事啊 别吵 他抢我的饼 这块饼是我的 那不可能是你的呢 就是我 一人一拜不就行了 好 你也打不住 这是定闻王刘武周摄的舞台 赢了能拿五十两个银子 有这种好事 是啊 打 谁不服 诸位有什么不服的 请出力 谁不服 上来比 Dang 你 上来 我呀 可以吗 打赢了给钱吗 别说那么多了 上来吧 好 喂 打赢了 真有五十两银子吗 是 不过你没有机会拿 好 开始 好功夫 快 我打赢了 上台领前 有饭吃了 拿家伙啊 喂 我打赢你 是不是也五十两 是 哪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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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拿家伙 好 开始 果然厉害 后会有提 什么英雄好汉 不过如此 怎么样 你给我打 不不不 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 我叫宋金刚 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 武功高强 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我不谈这个 我打赢了 就把银子给我 我饿着呢 要先吃饭 这个好说 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 我请客 怎么样 来 我说 你不是要先吃饭吗 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我管那什么宫殿 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哎呀 马上就要到了 先取燕门关 再攻天台关 如果顺利的话 再拿下白壁关 就可一鼓作气 直取长安 皇上 但三道关口的守将 都并非庸才 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有 皇上 我刚发现了一位 他的名字叫做玉池公 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船见 是吗 快叫他进来 传玉池公 传玉池公 宗朋友 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金刚 过来 过来 这个人很能打嘛 有没有搞错 他可以嘛 喂 喂 你们叫什么蛇跟子 再不吃饭 我可要走了 兄弟无礼 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 快点跪下 你算什么东西啊 不管是谁 要吃饭就得吃饭 你怎么 皇帝得吃饭 玉池公 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 还不快快参拜 皇上关我什么事 姓宋的 是你来请我吃饭的 我都快饿死了 再不吃 我可要走了 我说宋将军 像这样的人 你还留他啊 那个野汉子 休得无礼 来人 大相 唐大人 唐大人 招待英雄好汉 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 既然玉池英雄的肚子饿了 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好 好 皇上 神给你买一场 浴池壮士 本王先敬你一杯 浴池壮士 大王在敬你酒呢 等会儿 先吃饭 后喝酒 皇上 此人如此无礼 何必与他客气 千兵一德 一将难求 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好 我吃饱了 你有什么条件 我能答应你 全答应你 好 痛快 浴池英雄 我知道你武功高强 神力盖世 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 带兵公堂 好啊 既然你瞧得起我 这事我就干了 原先吧 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 我去投靠他 奶奶的 他让我做烧柴做饭 现在你看得起我 我就跟你干掉了 好 干杯 好 干杯 楼上的给我听着 今天是你御池爷爷头次闯关 够胆地给我下来 尝尝御池爷爷的铁鞭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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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 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御迟将军 我可真要求你了 你就饶了我吧 我又不供你们家城池 你求我干嘛 你想一想 你不用两天的时间 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官十一个债 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 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 足足追了250里路 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可是大王命令我 先攻临统再入长安 下一官就是临统 这样要么你们先歇去 我自己先到前面 御迟将军啊 你也歇歇吧 三官十一个债 这官官债债 我都要留兵驻守 我现在兵力不够 粮草也不够 还是兵法说得好 均无资重者亡 均无粮草则亡 我是个粗人 不懂这些 你给我简单说 我的意思是说呢 这两国交战 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 粮草也跟不上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先守后宫 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大财小用 大军偷袭 两日间连线我三官十一寨 杀我汉将一十八人 战守百闭关 似有四姬再进临统关之事 什么 不可能 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 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夺我十四城池 他以何人为帅啊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 此人面黑如造军 壮如蛮牛 交战时从不报姓名 见面就打 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 林同时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 简请原急 在 我命你二人增兵林同 不得有误 父皇 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十八人 绝非好者 我与元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以之应拼 不能胜此重任 父皇 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钢猛将 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 立点战功 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 那瓦钢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 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三弟 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 而是为了天下太平 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二弟 你这话说得冠冕堂皇 你试试看 不发军饷不封官职 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现在兵临城下了 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 这算什么 父皇 儿臣知错了 儿臣愿意亲居临头 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皇上 臣以为闻守临头关并非上策 白碧关一日不收复 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 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闻 粮草未足 反守为攻 予以反击 指导刘武朱老巢 军师果然分析的独到 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如果未占先锯的话 就算我们到了临统也是白去 此人两日内行军二百五十里 证明此人性急如牛 不安兵法 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 纵然我们不能立敌 但是上兵伐谋 我们可以智取 好 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 使命 儿臣在 朕把兵符交给你 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 明你代父出征 待徐军事业 你不认识 我现在就要认识 这个证明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这个证明 你不认识 好 我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上兵 我认识 有个人 不认识 他 是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他 我认识 是 你不认识 他 没有把握又如何 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 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 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 秦王 你真的可以忍吗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 大家都是同门兄弟 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不招人计是庸才 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 老百姓不用受苦 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 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秦王 军师 我方探子已经查明 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玉池公 曾在太原打过铁 太原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 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有梁居未必有伯乐 太子不是伯乐 当然会错过梁居了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 粮草军须也从白碧关圆圆运来 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山东历程方面呢 有秦书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没有 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冲 封为一字齐奸王 真可惜 这样的人才竟然给了王世冲 秦王不必灰心 只要有伯乐在 何愁良居不来呢 军师 你的意思是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 在白碧关外十里扎营 不用备战 白日令士兵亮晒盔甲 夜间饮酒高歌 平道一日未到 不可轻举妄斗 军师 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书宝和咬金不在历程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 看来洛阳此行 平道是非去不可了 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 难道我们还怕黑灭什么 军师 现在我们军营里 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 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 他要是来袭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就 束手就擒了吗 秦王不必担心 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 优柔寡断 如今我也布下一阵 他必不敢来袭 史大奈 在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军师放心 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 唯我史大奈示威 好 贾富顺 在 命你从军中选出千名探子 乔庄百姓 由定阳至白痞之间 每屋里一探 一日一报 不得有误 遵命 军师 洛阳厂有几分把握 没有把握又如何 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居而不顾了 这 我们都运了二十天凉了 够了吧 什么时候打灵头 我都急死了 大王已经来信了 他正在筹集兵马 他让我们 等他来了以后呢 他要亲自出马 不用 有我御池公就够了 哎呀 御池将军 你就耐心地等一等吧 报告元帅 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是什么人在领兵 秦王李世民 什么 李世民 太好了 终于有机会报无辱之手 元帅 御池公请命出战 先等一等 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他们毫无备战 脱掉了盔甲 在城外 亮晒 元帅 太好了 事不宜迟 元帅 出兵吧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 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 完全有可能是以假 来做诱攻 敌不动 我不动 又是兵法 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御池将军 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 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生老病死 急凶祸福 一算便准 说什么呢 侠然是什么 快走 如若不准 你还不快走 温文不取 在这瞎让什么 凶什么凶啊 构杖人士 算挂的 你跟我进府 给我家将军算上一挂 多谢夫人 秦大哥 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谁啊 秦兄弟 让你失望了 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徐道长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快快请坐 咬金 咬金 你看 谁来了 徐道长坐 老道士 你到哪里去了 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 你干什么 学人家做酸病的 借来玩一下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 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里冤 归入李世民旗下 军事果然明智 秦王大仁大义 是为当今民主 我这次来身负忠任 有话我就直说了 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 特命我来寻找你们 而且前方战事紧急 需要兄弟帮忙 我们不如连同罗城 善雄信一起 重投大唐 共创大业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 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 我们答应你 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 可至于善二哥 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 最关键的是 他和李渊有杀凶之仇 恐怕不行 至于表弟 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 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 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由你们二人去 我也不许此行了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 连洛阳城都出不去 就是啊 如果只有我和书宝两个人 就有可能杀出去 但我有夫人和子女 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我说军师啊 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 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 你倒不及我善兵兵了 你懂什么 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咬金 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 这鬼灵精的把戏 他可能比频道再行 不妨说出来听听 这办法啊 我倒有一个 而且我在金地用过 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那快点说 还没关子 你们知道吗 这最近啊 城中来了一对 云贵乞族的土著 他们呢 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 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 他们的服装很特别 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不愧为鬼灵精善兵兵啊 好 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淑宝 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臣了吧 对啊 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臣了 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他喝喝瘦 嗯 喝什么瘦啊 雄信啊 波姆 你看这表演得真不错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跳得可真好 我喜欢哪个 好 你看 你可爱 你可爱 我没什么 你可爱 我没什么 你可爱 我没什么 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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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 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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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 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 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 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 咬尖 咬尖 快快快 来来来 放这儿 来来来 放这儿 放下 多谢 东西呢 全都在这里了 多谢馆主 这个 请笑纳 好 这样啊 兄弟呢 只管带人出城 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 小人可就担待不及了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多谢你了 那就好 告辞了 好 先走了 慢走 走 军师啊 什么 有宝贝在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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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可能受了点风寒 娘 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好 这不太好吧 好 伯母 都是自己人 不要客气的 书宝你先说伯母回去吧 好 娘 那我们走吧 好 二哥 我马上就回来 好 走吧 你好 有兇子 不 很厉害 你 你嗯 他都习惹了 你 我们能过得去吗 这么大的车 里面都抓到什么人哪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 不信你看看 你这什么呀 打开打开 怎么这么黑 诗难诗你都分不清啊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走吧走吧 多谢君业 进 走 好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曲忠仁散 意忧未尽 久憨兄弟情更浓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不知如此美景 今后还能再有吗 来 各位兄弟 赶 赶 六大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我们兄弟还在这里 这个机会一定有的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好 宋军千里 终须一别啊 宋军千里 终须一别啊 枯海无边 枯海无边 极灯初开 千极女 一朝好满 一朝好满去难愿 沦落风尘 泪洒千年 苍天 苍天寒 到时鸿雁多过敏 海逸当年 再续情愿 愿天下拥太平 再爱一面面 美好一年孤难却 追忆当年 要续情愿 愿天下有情人 再爱一面 再爱一面 面